有卧龙必无疯出 能媲美窝窝的搞笑的皮肤终于出现了 看来这次想不买都不行了 大家好 我是一年365天都坚持更新的攻略UP主 游戏摘玩家 时间过得肥快 转眼间元气骑士秋季版本 马上就要正式上线了 作为见证到来的 打满目更新之前的最后一期版本预告 两屋操画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有趣好玩的游戏内容 除了这个最新的怪兽崛起模式之外 还有8款全新的职业皮肤 也即将同步登场 那么这8款皮肤的特效如何 又是哪种解锁方式呢 接下来就请小伙伴和老宅一起一探究竟吧 第一个单元为三国系列的朱镕夫人 以及司马依 要知道在元气骑士中 三国系列的题材并不少见 像圣骑士的关羽 骑士的张飞 德鲁伊的诸葛亮等 都拥有较高的人气 只是让老宅有些不解的事 在近半分钟已经有了诸葛亮皮肤的德鲁伊 居然又成了梦霍的老婆朱镕夫人 不知这七情七宗梦霍算是什么 算是一种情趣吗 当然这款皮肤的质量没得说 杰哥还是蛮喜欢的 至于司马依嘛 也确实只有吸血鬼这个职业 能够完美发布出 它的银狠气质 怎么样都不错是吧 可是它们却需要刻心前解锁啊 接下来的三款 依旧是群星的召唤 金座系列皮肤 它们分别是死灵法师的先后座 狼人的巨蟹锁 以及列宁术式的金牛座 这其中金牛座的解锁方式为蓝币解锁 这对于拥有百万蓝币的老家来说 肯定是必买的系列啊 这由巨蟹做嘛 虽然同样是免费的 但是却有些麻烦 因为它是赛币解锁 作为小伙伴们趁着还没更新 该干的还得干啊 这由死灵法师的先后座嘛 那么不用问了 作为元气 其实是用最贵的科金职业 那么它的皮肤肯定需要付费了 至于克或者不克 还是由小伙伴们 根据资深条件自己选择吧 接下来就是新职业 新皮肤组合了 而它就是皮套王子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机械狂刷赛季 其中有一个类似于金属的 超大史莱姆Boss 而我们的皮套王子变身后 就会变成这种形态 总体来说 环境还是蛮高的 接下来的一款 也就是老人最喜欢的一款 而它就是 诶 这怎么还屏蔽了呢 如果这时候将元气歧视中 另一款搞笑皮肤 如果我看作是玩耿领域中的卧龙的话 那么这只草妞马 绝对是看中其中的凤雏 就凭这气质 也得将它收入当中啊 这只羊驼的解锁方式 也认为小鱼竿解锁 也同样是一款克金皮肤 那么小伙伴们 你会为它掏工自己的全部鱼竿吗 最后一款皮肤 也就是咱们之前提到的 怪兽崛起模式的终极引力 皮肤绝经其手 虽然它可免费获取 但是其难度 貌似四合不亚云 这些克金皮肤 看来新版本啊 是有的干了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你喜欢以上8款皮肤的哪一款呢 请在下方讨论区 留下你的想法建议吧 我是元气骑士日更up主 游戏张家 点赞加关注 咱们明天老师见 不得不散